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来讲这个第三节 玻璃亚基础公式 为此呢我们现在来做一点准备工作 我们说了这个F呢 它是X到X的 如果是置换的话 我取X呢是从1到N的这样一个映射 取这样一个映射以后呢 那么我们把这个映射呢 可以给它做成一个有像图 这个有像图呢是D等于 这个顶点级V就是X 那么弧级呢是用A来表示 那么A都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样的弧 就是I呢到AI I到的是FI 那么这I呢是从1到N的 这样做了这个一个 做成一个有像图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呢 那我们就可以呢在这个有像图里边的说 每一点的粗度呢都是1 那么根据原来有像图的这个定义 啊有像图的性质 那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有像图呢都可以分成啊 若干的这个圈的病 若干圈的病 那么于是呢我们把这个图就可以给它呢 分成若干的圈 那么我们呢在对应的啊 对对应的我们这个 呃 置换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简单的办法呢 来给它分成有像圈 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啊 一个循环置换啊 那么书上呢用的是一个有像图的概念 那么我们呢现在说呢 我们不用去有用有像图啊 我们就把它呢 呃 直接呢用这个置换 把它写出来以后呢就能够找得到啊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 说一个循环置换啊 是个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X啊 比如说就取一二三四啊 简单一点 说这个循环置换 一二三四啊 比如这样一个循环置换 什么意思啊 它就这个意思啊 写成原来的这种形式呢 就是说一下边呢 一的像是二啊 这个对应的一的像是二 二的像是三 三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一 所以写成这个样就是一的像是二 二的像是三 三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一 就这 像这种呢 比如说这是一 三 二 四 比如说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写成我们原来的这种形式的话 就是一的像呢 现在是三 三的像是二 二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一 就是这种 那么还可以呢 有 比如说我这就是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啊 那什么意思呢 啊 这是一二三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一的像呢 就是二 二的像呢 就是三 三的像呢 就是一 这四没有 这里面不出现的那个像呢 就是它本身 就是不变 呃 于是呢 我们知道啊 比如说是一二 一二是什么 一二就是这是一二三四 一的像是二 二的像翻过来是一 三和四没有 那么这个他们的像呢 就是还是他自己 啊 这就是呢 我们说的这个循环置换的意思啊 循环置换 用一个翻过号呢 来简单的表示 大家看这种表示呢 就比这种表示方法呢 又要简单一些 我们在这个近视代数里边呢 还会详细的去说这个东西 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置换 都可以写的循环置换呢 说也不一定啊 我们来看 一二三四 和二一四三 好 那么来看 我们知道一的像 好 我们来写的时候 这一的像呢 它是二 二的像呢 是一 所以你看到这呢 就没有了 走不下去了 还剩三和四 说是三和四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呢 做一个合成 看三的像呢 是四 四的像是三 就对 当然一二算一下 说这两个乘起来以后呢 是不是它 好 那么这样乘起来的话呢 这是啊 看一二呢 就是写 写成 把这个东西写成我们的 这种原来的这种形式 那么一的像是二 二像是一 这里边三和四都没有 所以呢 它们像是它的本身 然后再来啊 给它复合一下 这是一 二 三 四 这里边没有一二 所以呢 这里就写一二 这三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三 把它写成这个样 写成这个样子以后的话 我们来复合一下看看啊 那么先在这里边呢 就是 我们来验证是它就行了啊 所以现在呢 这一的像是一 在这里边再找 一的像是二 所以一的像是二 那么二的像是二 二的像是一 所以呢 二的像是一 再找三的像 三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四 所以三的像是四 四的像是三 三的像是三 所以四的像是三 所以大家看呢 果然这两个乘起来以后呢 就是它 那么还有一种呢 更特殊的 这个循环 循环置换 我这就只有一个一 只有一的话呢 大家看 一二三四 它相当于什么置换呢 看只有一个是一 那么一的像呢 就是一了 二三四都没有啊 二三四没有的话 那么它们的像 就是它本身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那种 叫做什么呢 这个横等置换 一样的 所以我要这写成二 行不行呢 写成二也一样 你看写成二的话呢 它的像呢 因为你后边没有东西 它的像就是它自己 二像就是二 一三四都没有 所以像又是它们本身 又是它们本身 那么你看 这写一二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 你可以写三 也可以写四 就是这个方过号里边 只有一个元素的 就表示的是横等置换 那么我们按照刚才这个写法 那么我们随便给一个置换 比如说再多一点的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呢 这是六八五四 一三二七 比如说是八个元素的这样一个置换 那我们怎么给它写成循环置换的符合 或者呢 我们说的是循环置换的成绩 怎么来写呢 按照刚才那个差不多的 我们就这样来写 这是一 一项是六 抱歉 这个不能用圆括号 用个方括号 说一后边是六 六的项是三 三的项是五 五的项是一 回来了 这就是一个循环 然后呢 再来找 再找这里边没有的 这是一六三五都有 没有的最小是二 我们就从二来开始 二的项呢 是八 在这找八的项 八的项是七 七的项又是二 哎 又回来了 好 那么这又是一个 再来找 那么这是一二三都有了 还有四没有 我们来看四 四的项就是它本身 哎 那就是它一个 现在还 这已经都包括了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在里边了 所以呢 这个 它把这个东西写成 循环置换的成绩呢 我就把它写完了 好 所以在找循环置换的成绩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来找 那么 至于它的 说我要是不从一开始找 那么实际上呢 也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说呢 我这写的是 一三 四 比如说这个 循环置换 和三四一 这个循环置换 还有四一三 这个循环置换呢 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来看啊 那么这三个循环置换 我们来看 为什么是一样呢 因为这表示的是 一的项是三 三的项是四 四的项是一 我们来看 这个这里边的 一的项都是三 一的项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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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的项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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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的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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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三个呢 表示的循环置换是一样 这里边没有的元素 那么都是的 和又是项的是它本身 所以呢 这个你不管谁 这里边啊 这个循环置换 谁写的前头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往前挤 挤到前面 没有的 给它甩到后边去就行了 那么这里边呢 如果我不从一开始找 说我要从二开始找 也可以 看从二开始找的话呢 二的项是八 八的项是七 七的项是二 就回来了 所以下面的话 你看二八七都有了 还剩下 剩下谁呢 比如说呢 我从五来开始找 只要这里边没有的 随便挑都行 那五是谁呢 五的项呢 就是一 一的项是六 六的项是三 三的项呢 是五 又回来了 那么还剩一个四 把中间的画上圈 大家看这个和这个东西 这是一回事 只不过就是呢 你把五放前头了 五放前头了 剩下甩后头 一六三呢 就甩到后头去就可以了 所以那这两个顺序 颠倒了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两个成绩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他们因为没有公共的部分 所以谁在前谁在后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验证一下 好 那么这样 我们就在这里边呢 就随便来找就行 那么这种 这种分解呢 大家看 你看这个分解 跟这个分解呢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说呢 这种分解呢 具有唯一性 下面呢 我们就来算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呢 在这个八阶的 这个二面体群 第四 就是正方形的 在这个正方形的 它的旋转和对称的 这种叫做GC里头 那么它是有谁呢 它的都有 这个GC呢 包括的是 我们这个书上 现在用第四来表示了 二面体群第四 它有以妖塔 有R4 R4的平方 R4的三次方 T1 T2 T3 T4 那么它的 这个 这个 置换 是谁呢 这是 1234 1234 这个是 1234 2341 这是1234 就是1的向是2 这个转一下 然后呢 这个1234 如果4的平方呢 就是隔一点转不起 那么1的向就是3 2的向呢 是4 3412 然后这个是1234 那么1的向呢 现在是4 那么掏1呢 是谁呢 掏1是13不动的 把24呢翻过来 然后呢 再看这个掏2 掏2是谁呢 掏2是24不动 1和3对调的 然后掏3 掏3是沿着这条线翻转一下 1和2是换过来的 3和4呢 是换过来的 然后呢 再看掏4 掏4呢 是 啊 沿这条线翻转的 就14是换过来的 啊 这是4123换过来的 32 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呢 来给写成啊 这个乘积的形式 也写成循环置换的乘积的形式 啊 那么看 我在这里边就找1 那么1的向就是1 所以这有一个1 但是我们刚才说你只写一个1 一个2 一个3 一个4就够了 啊 但是我们这里为了后边的这个计算 我们现在呢 把它写全 1的向是1 2的向是2 3的向是3 4的向的是4 啊 4的向是4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再来看 肉4的这个 肉4的这个呢 说这是谁呢 这是1的向是2 2的向呢 是3 3的向的是4 4的向是1 翻回去了 啊 他这个呢 他就 他的就有一个 啊 再看肉4的平方 肉4的平方 说1的向的是3 3的向的是1 回去了 啊 这个循环完了 啊 那剩下呢 再来看2 2的向呢 是4 4的向是2 啊 那么再来看啊 说这个 肉4的三次方 这个就是谁呢 1的向呢 是4 4的向呢 是3 3的向是2 2的向呢 是1 翻回去了 再看掏1的 掏1呢 1的向呢 是1 啊 1的向是1 然后呢 这是2的向呢 是4 2的向是4 4的向是2 又回去了 3的向呢 就是3 啊 看掏2 掏2的话呢 是1的向是3 3的向是1 就回去了 然后呢 是2的向呢 是2 4的向呢 是4 啊 那么掏3的话呢 这是1的向是2 2的向是1 然后呢 3的向是4 4的向呢 是3 对于掏4来讲 那么1的向是4 4的向是1 然后呢 2的向呢 是3 3的向呢 是2 啊 那么就这样呢 就把原来的这种啊 这个比较麻烦的这种置换 给它写成这样简单的形式 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说 如果在最多的点的这个置换 那我们怎么来写啊 那我们来看呢 根据这个这个几何意义 我们很容易的能够把它写出来 咱们对照一下看看啊 比如说 这1的他呢 就是你看 1就是1 2就是2啊 1的向是1 2的向是2 3的向是3 4的向是4 因为1的根本就没有变 啊 所以呢 他们的一个东西啊 每个向呢 都是他自己的 每个的向都是他本身 那么R4呢 是转了一圈了 转一圈了 你看啊 1就变到2 2变到3 3变到4 4变到1回去了 那么R4的平方呢 就现在旋转了一个180度 旋转180度的话呢 你看1和3对调了 1和3对调 2和4对调 2和4 啊 那么再来看R4的三次方 然后三次方 转了3 3个90度了 那么1就变到4了 4呢 就变到3了 啊 3呢 就变到2 2就变到1 那么对于掏1来说的话呢 你看 是沿着这个翻转的 所以1和3不动 你看1和3和不动 2、4 对调 啊 那么对于掏2来说呢 是沿着这个翻转的 所以2、4不动 1、3对调 那么对于掏3来说呢 你看是1、2对调 3、4对调 那么对于掏4来说是 1、4对调 2、3对调 啊 所以呢 你看 我们用这种办法 啊 如果大家用这个图的办法呢 就和比刚才那个呢 就会容易一些 啊 那么用这个办法呢 我们再来写一下啊 看看对于第五来说的 会是什么样子 好 对第五来说呢 就是说对于一个正五边形 啊 啊 这五边形的话呢 它现在是有 以妖榻 肉5 肉5的平方 肉5的三次方 肉5的四次方 然后是掏1 掏2 掏3 掏4 掏5 好 然后呢 对这些东西来说呢 啊 我们来看 说掏1呢 就是谁都是不变的 所以这是1 圈2 圈3 圈4 圈5 好 看肉5呢 肉5啊 就是说呢 做一个绕着这个中心 旋转一个啊 顺身旋转一个θ 啊 那么就是谁呢 看1就跑到2那去了 啊 1跑到2这来了 2呢 就跑到3这来了 3跑到4这来了 4到5这来了 5到1这去了 哦 嗯 这个不要 啊 5到1的就回来了 好 那么肉5的平方呢 就是绕两个c的了 绕两个c的话 1就变到3来了 那3呢 就变到5呢 5呢 就变到了2 2就变到了4 4又变到了1 回去了 啊 那么肉5的三次方 啊 我们看肉5的三次方是谁呢 就是1变到4 肉5的三次方是1变到4 4呢 变到2 2呢 就变到5 5呢 变到3 3变到1 回去了 肉5的四次方呢 是1 变到5 啊 1变到5 5呢 现在隔三个变到4 4呢 4呢 现在隔三个变到3 3 现在隔了三个变到2 2呢 隔了三个就变到1 啊 再看掏1 掏1呢 是啊 沿着这 沿着这条线 翻转一下 所以呢 1呢 是保持不动 2和5来对调 2变到5 5变到2 然后呢 3变到4 4呢 变到3 那么掏2呢 就是谁呢 掏2就是 现在是2和 对边终点啊 连线 然后给它翻一下 所以呢 2是不动的 啊 那么1呢 和3 1变到3 3变到1 然后呢 4变到5 5呢 变到4 啊 再看呢 这个掏3 掏3现在是 沿着这条线来翻一下 啊 沿着要翻一下的话呢 那么3是不动的 啊 注意呢 这个 每一个 呃 就和它顺息啊 就是这三个 循环置换的话呢 跟它们顺息没有关系啊 你就随便打乱顺息都可以 那么1和5是对换的 那么2和4是对调 这是掏3 对于掏4来说呢 是4这一点是不动的 啊 掏4 掏4就这个啊 沿这个来翻转 那么1和2呢 对换一下 呃 然后呢 3和5呢 对换一下 那么对于掏5来说呢 就是5不动了啊 是这条线了 现在是 那么1和4呢 对调一下 2和3呢 对调一下 好的 注意说为什么 说你这个顺性没有关系 干嘛不把2写在前头呢 说写在前头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只不过呢 想把带1的写前头啊 然后呢 剩下找那个最小的 这个 呃 来往前头写啊 好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通过啊 这个图形 就很方便呢 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 啊 把它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啊 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来验算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要算这个啊 看肉肉的三次方 我们来看这个啊 肉的三次方的话呢 这是12345 啊 那么转了这个呃 三个角度以后呢 那么1的像呢 就应该是4啊 1的像是4 呃 2的像呢 应该是谁呢 是5 3的像呢 应该是1 4的像呢 应该是2 5的像呢 应该是3 好 大家再来看看 你这样的话 这1 啊 写出来以后呢 这就是1的像呢 是4 4的像呢 是2 2的像呢 是5 5的像是3 3的像是1 回去 14253 14253 啊 所以来看 果然是对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算 验算一个 比如说是涛4 涛4的话呢 那在这里边应该是 12345 涛4的话呢 就是说 1的像呢 是2 2的像是1 3的像呢 是5 4的像是4 5的像是3 啊 你看要写成 循环置换的话呢 1对2 1的像是2 2的像是1 就是这一块 啊 那么 再来等 剩下的 3的像是5 5的像是3 就是这一块 4的像是它本身 就是这个东西 啊 所以和这个 照着一个图 还有它的这个 具体的含义呢 就直接能够 把它写出来了 啊 那么写成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来看啊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智慧 那么这个字画呢 当我们把它写成 循环置换的成绩的时候 那就这是1 1的像是4 4的像呢 是7 7的像是3 3的像呢 是1 下面是2 找2 2的像呢 是9 9的像是2 啊 1 2 3 4 下面是5 5的像呢 是6 6的像是5 啊 1 2 3 4 5 6 7 还有一个是8 8的像呢 就是它本身 啊 那么这就都写全了 啊 写全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个算 这个 ngc的时候 啊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要算的是什么呢 就让这个rf星c等于c的 啊 要找这个 啊 因为那a g n ngc里边的话呢 它首先呢 你要算一个这个东西 剩下的那一堆啊 就是所有的这种cf 啊 我们那会说算这个cf呢 不太容易算 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错 啊 那我们要写成这个样子 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啊 呃 就非常容易来算 好 大家看 如果有一种染色 经过了这个rf变换以后啊 和原来的染色是一样的 啊 那么你看 如果我这个1啊 这个点1 比如说给它染的是红色 啊 那么大家看 经过了变换了以后 那么4的颜色 跟1的颜色就得是一样的 啊 因为保持 你看 经过了这个rf作用以后 这个染色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4的颜色就也得是和它一样的 啊 或者呢 我们也不用 不不给它指定一个特定颜色 比如说随便一个rx色 那这个也得是rx色 那么同样的 这个4的颜色呢 就变到7了啊 4到7的话呢 因为这个变完了以后的 和原来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那这个 这4个的颜色呢 大概都得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如果是染的是外 因为它变完了以后是9的 它把这个颜色给了9了 啊 那么这个颜色也得是相同的 两个都得是外 同样的 这两个颜色得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的颜色呢 它自己啊 随便是什么样子就行了 啊 所以呢 你看啊 对于这种啊 对于这种啊 F啊 写成这个样子以后 那么这个循环里边的颜色 必须得是一样的 啊 这里 这个循环里边的颜色得是一样的 这个循环里边的颜色得是一样的 啊 就是所有的循环里边的颜色呢 都得是一样的才可以 啊 于是呢 如果我要啊 对这个9个点啊 比如对这个9个点呢 我要用三种颜色给它染的话 啊 用三种颜色来染的话呢 那么这 这一堆只要是同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都行 它又有三种染法 这一堆也是有三种染法 这一堆也是三种染法 那么这一堆呢 它也是三种染法 啊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 说在这个里边啊 在这个里边 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知道 满足F星C等于C的啊 那种染色啊 那种染色那种C 那种C有多少种方法呢 就有三的四次方那么多种 啊 就三的四次方那么多种 啊 那么根据我们啊 刚才的我们这个分析啊 根据刚才的分析啊 就是说 如果我要对这个某一个特定的F 啊 对某一个特定的F 想找它有多少个C 满足这个啊 也就是哦 满就是这个的基数了啊 写看有多少个C啊 满足F星C等于C呢 那么你看 我只要在把它写成循环 这个置换的成绩 说有多少个循环置换出现 那就是有多少个三的四次方 这是三种颜色 如果M种颜色的话呢 就是M的四次方 因为这是有四个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们要给出一个记号 我们用这个星 颜色的颜色来表示 F分解为循环置换 成绩中 这种 这种循环置换的 个数 用这个啊 用这个东西来表示啊 F分解为循环置换的乘积当中的 就是把它写成这种形式以后 说循环乘积换的 这个个数的话 那我们呢 就有这个下面的这个定理 什么定理呢 我们简单的把它写成 13.4 对 14.3.1 就是那个C F 就等于 K的 净 F 我简单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先说明一下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呢 就是用K种 用K种颜色来染 这N个顶点 就是K种颜色来染 这N个顶点 这个方法呢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你看 算是CF 就是我要用这个 Bornside的这个定理 用这个公式来算的时候 因为我们原来最怕的 算那个CF 有时候考虑不清楚 算不准 所以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以后呢 就算得准了 那么我们再来 再来说一下 根据这个例子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CF是什么呢 就是满足F星C 等于C的那个 C的个数 那个C的个数 那么满足这个东西 C的个数呢 那可以怎么来算呢 那么用 总共用K种颜色来染的话呢 这一堆 因为是一样 就K种染法 这一堆是一样 K种染法 这一堆一样 K种染法 那么每一堆都是K种染法 那么这里边 共进又有多少堆呢 有多少堆 那么就是呢 这个颈F那么多堆 所以是K的颈F 就这么多个C 所以我根据 根据刚才这种分解 知道它有这么多 那么又根据定义呢 知道呢 它是应该是这么多东西 所以这回呢 我们再来算 用那个Burnside的公式 来算那个 这个这个 不等价的 这个染色方法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CF 就比较好算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翻回头 来看我们这个 在C4当中的 这个C4当中的例子 那么有一个是1大 一个R4 R4的平方 R4的三次方 桃1 桃2 桃3 桃4 这种循环分解 那么刚才咱们做过了 那么我们再来 直接呢 按这个图呢 给它来写一下 按这图来写一下呢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循环置换 这种分解形式呢 那么这个就是 1 2 3 4 这是那个 循环置换的 因子分解式 这是那些置换 然后R4 是转了一圈的 就是1变到2 2变到3 3变到4 R4的平方 R4的平方 现在是 对不起 刚才转了一个θ 现在转两个θ 1就转到3去了 3呢 又转到1去了 那么2呢 就转到4来了 4又转到2去了 那么R4的三次方的时候呢 1就转到4去了 4呢 现在就转到3去了 3呢 转到2 2呢 就转到1 好 桃1 桃1呢 就是 1 1和3 是不动的 那么2和4呢 对换 注意这顺序也没有关系 我们不一定按这个顺序来写了 那么桃2的话呢 是沿24翻转的 所以2 4 这是1 3 桃3呢 桃3是沿这个翻转的 所以是1 2 互换 3 4 互换 桃4呢 是沿的这个来翻转的 所以这是14互换 23互换 好 我们来算一下这个颈 F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用两种颜色 啊 用红 蓝 啊 用这两种颜色 啊 那么这个颈 F 颈 F的话呢 这就是谁呢 就是看它的个数 这有四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 一个 这是三个 一二 三个 两个 两个 啊 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用两种颜色的话 那么这回呢 我们来算C F 啊 这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就是2的四次方 啊 注意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CF呢 就等于K的颈F 那么多次方 现在K呢 等于2 啊 然后呢这个颈F呢 就 这是4 所以2的四次方 这是16 这个是呢 2的 呃 一次方 就是2 这是2的平方 就是4 这个是2的一次方 就是2 这是2的三次方 就是8 这是2的三次方 8 2的平方 4 2的平方 是4 所以呢 看 因为这个办法呢 这些CF呢 就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那么这回算算NGC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这一列的数啊 给它加起来就行了 好 这加起来呢 咱们来看看 这是16加18 啊 18加2 20 啊 然后呢 再加 这个是20 40 这是48 于是这个东西就等于谁呢 这一列的数48 再除以这元素的个数啊 G中的元素个数 就等于6 啊 所以这很容易算 好 所以那如果呢 我现在把这个K呢 我给它换一换 换成几也是没有关系 啊 这要换成3 换成3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就把这个2 就都给它换成3了 就是K都给变了 K都变了以后呢 这边的数呢 就也相应了 就变了 啊 那么这个是谁呢 就是81 这是3 9 3 27 27 27 9 9 好 这些东西加起来以后呢 这是90 30 30 90 加两个30 150 这是168 啊 168呢 再来除以 刚才那个8 就等于21 啊 所以K等于3的时候呢 这也很容易算 它就是有21种不同的染色方法 啊 那么这是 什么呢 这是对于这个K 呃 就是对于这个4阶的啊 啊 那如果是个5阶的话呢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呢 稍稍的做一点改动 好 那么这就是 R5 R5的平方 R5的三次方 R5的四次方 T1 T2 T3 T4 T5 啊 那么要看呢 说我们啊 能不能够 呃 用这个图 很快的就把这个呃 因子分解形式给它写出来 啊 这是1 2 3 4 5 好 看 这个呢 因子分解的话呢 这就是1的 是它本身 2本身 3是它本身 4 圈 5啊 每个像都是它本身 所以写出来这个 那么R5的话呢 就是啊 看着图就能看出来了 1变到2 2变到3 3变到4 4变到5 5变到1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说这个R5的平方 R5的平方的话呢 就是1变到3 3呢 1变到3 3变到5 得隔一个啊 5呢 就变到2 2呢 就变到4 4变到1 如果4的三十方 如果4的三十方呢 那就得隔两个了 隔两个呢 1呢 就变到4了 4隔两个变到2 2隔两个呢 变到5 5隔两个变到3 3隔两个变到1 回来了 如果我的四十方 那就得隔三个 隔三个的话呢 也可以说往回走一个 1 5 4 3 2 啊 那么掏1的话呢 掏1啊 就是1和对边终点的连线的 1是不动的 啊 25呢 是互换的 然后呢 34是互换的 再看掏2 啊 这个掏2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说2是不动的 然后呢 1 3是互换的 4 5是互换的 啊 掏3呢 是3是不动的 啊 那么2 4是互换的 1 5是互换的 啊 掏4是谁呢 掏4呢 现在就是4是不动的 啊 然后呢 1 2互换的 3 5互换的 啊 现在掏5呢 是5是不动的 然后呢 1 4是互换的 2 3呢 是互换的 好 那么这回的话呢 我们来啊 再算这个井F 啊 看来有多少个 那么这个是5个 这个呢 是1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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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3个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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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再算这个的时候呢 啊 比如说我们 要用这个 呃 两种颜色 要两种颜色 来染的话 这就是2的5次方 是32 这是2的1次方 这是2的3次方 啊 于是呢 把它们都给加起来以后 啊 加起来以后呢 那么这是32 加上 这是8 40 这呢 又是5个8 还是40 这是80 然后呢 再除以 这个G的元素 个数是10 就是8 啊 这个呢 就呃 和我们 在这个360页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 5 两个颜色 来染 正五角形的 顶点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样的 啊 那么如果有三种颜色呢 那么就把这个地方 都给改成3就行了 啊 那么这就是三种颜色 就是243了 啊 那么这个8呢 现在就是3的三次方了 都变成了27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了我们361页的 啊 那个N第5C 啊 那么于是让我们来看 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关键问题 就变成什么了呢 说对于某一个问题 你只要能够找到适当的G 啊 找到这个东西 找到适当的G 然后呢 对这个因是 对这个因子分解啊 因为你找到这个G以后呢 它里面那个呃 置换呢 你都可以写出来的 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把它的分解形式的写出来 所以这分解形式写出来以后呢 其实也还倒不要紧 我们主要关键是看这里边呢 有多少个东西啊 有多少个元素啊 就是有多少个因子 啊 数出来以后 那么这些CF呢 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用那个Bornside的公式 那么就 就非常容易的就把NGC就给算出来了 啊 那么这是呢 呃 我们通过这种呃 置换的这种分解形式啊 来找那个CF啊 找CF里边的个数 啊 那么说 这个Bornside的这个呃 对我们的贡献是什么 它实际上呢 就相当于啊 我们原来的这个生成函数里边的那套东西 啊 那么具体细节 我们下节课接着给大家讲 好的 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